关注国际消息 朝鲜进行历来威力最大的核试验 令东北亚局势高度紧张 联合国同意即刻起草对朝制裁新措施 韩国警告朝鲜核能力正迅速扩张 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更严厉的行动 迫使平壤做出改变 联合国秘书长以最强烈的言辞 谴责朝鲜第五次违反禁止核试验的国际准则 恣意妄为的行径危害地区和平与稳定 美国强调不能接受朝鲜成为一个拥合国家 在韩国首尔一百多名群众高举标语 谴责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 示威者也焚烧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肖像泄愤 中国和朝鲜边境城市丹东的居民 对朝鲜核试验引发的辐射和环境问题感到担心 在我们周边呢 引起这些不少的震动 我们中国人挺生气这个事情 然后我们担心的是水会不会污染 空气会不会污染 要不要洗车要不要洗澡 中国环境部门已在东北边境展开辐射应急监测 我们下期再见